不知道孙仲啊 看着你说话 你明明知道你母亲干的那些个事 没有一件事合情合理的 你阻止了吗 你不会不知道你母亲干的那些个事是不对的吧 你为什么不阻止啊 你为什么要让你母亲那么大的年纪 还要为了你背上道德的名声 干这种无情无义的事 眼前这个男人是庞先生今年42岁了 那么他和他母亲究竟做了什么 竟让土壘现场勃然大怒呢 原来庞先生跟小张已经结婚很多年了 好不容易小张怀孕了 但是他的婆婆却要求他打掉孩子 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威胁 没办法小张只好提出了离婚 那么他的婆婆为何要这样做呢 他妈妈重男轻女思想特别的严重 就想带我去看是男孩是女孩 是女孩他妈妈就很不开心的 经常就给我眼视看嘛 看我怀的是女孩 原来小张的婆婆特别重男轻女 在得知小张怀孕以后 就带着她来到医院检查 等看到检查结果是女孩子之后 婆婆就想了各种办法逼她打掉孩子 甚至还用跳楼来威胁 他跳楼嘛那我肯定要劝他嘛 劝他然后掉下来了 然后孩子就没有了 于是就在婆婆的荒诞行径之下 小张的第一个女儿就流产了 后来小张又怀孕了 鉴于第一次的教训 小张无论如何都不肯再去医院检查 然而让小张万万没想到的是 婆婆见她生的是个女孩 竟然扭头就走出了病房 甚至还把她的丈夫也给拉走了 丝毫不考虑刚刚生完孩子虚弱的小张 而让小张更寒心的是 她老公旁先生被婆婆拉走以后 竟然再也没有回来过 只留下她和孩子虚弱的待在病房里 一旁的主持人都听不下去了 连忙询问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主持人都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丈夫和父亲能做出来的事 自从小张生下了一个女孩之后 婆婆怎么都看她不顺眼 一直逼庞先生跟她离婚 甚至还主动给庞先生介绍了相亲对象 如果不是小张意外发现了 她买衣服的收紧 还不知道这件事会被瞒多久呢 庞先生表示小张跟母亲关系一直不好 自从生下的孩子不是男孩 他的母亲就一直逼他们离婚 所以他为了应付母亲 就跟那个女生吃了顿饭买了件衣服 但从那以后便没了任何联系 其实小张和庞先生之前感情很好 他们一起从老家来上海打拼 可自从庞先生把她婆婆接了以后 他们的关系就发生了质的恶劣 但是庞先生是独生子女 父亲又早早的去世 老家就剩她母亲一个人 所以她不可能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 小张表示自从婆婆来到上海以后 经常跟小张要钱 企图想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 小张当然不会同意 于是他们之间经常发生争吵 但是庞先生却觉得是小张无理取呢 自从小张生了一个女孩之后 婆婆更是看她不顺眼 但是庞先生身为婆媳的中间人 她不仅不调和缓解他们的关系 反而躲出去打牌赌博 正是因为这次的打牌赌博 彻底激发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小张的弟弟准备结婚 身为姐姐就想着借给弟弟点钱 但是庞先生宁愿赌博都不愿意借钱 于是小张心里的炸弹就被点燃了 你看他打牌有钱 然后呢因为我弟弟结婚嘛 然后我妈妈想借我们一点钱 他都不肯 然后呢他妈妈在中间又说 什么钱的钱的钱的 是我们家的钱 不能借给他 由于小张和婆婆之间的矛盾 加上这么多年的忍气吞声 因为这一点点的小事 小张跟庞先生提出了离婚 而今天他们来到这的目的 竟然是庞先生想要与小张复婚 对于庞先生提出的复婚的想法 小张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他要不打牌 然后让他妈妈不跟我们在一起 就复婚 庞先生表示他可以不打牌 但是作为儿子 他不可能将母亲赶回老家 听到小张有复婚的打算 坐在下面的各位老师都惊呆了 因为他们目前的生活状态挺好的 他们想不明白为何小张要复婚 然而小张却解释复婚他是有原因的 有一天晚上 我跟他睡在一起 孩子靠我的背 说妈妈爸爸呢 原来小张不愿意女儿 在单亲家庭中长大 他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才选择了复婚 他之所以提出不让婆婆跟他们一起居住 并不是不愿意赛养老人 而是因为婆婆经常在孩子面前说女孩不好 小张觉得婆婆这样对待自己的女儿 他们长期这样生活下去的话 很容易影响女儿的健康发展 虽然小张的担心很有道理 但是如果庞先生真的为了女儿和老婆 而且自己的亲生母亲于不顾 那么这样的男人还能要吗 他如果连亲生母亲都能抛弃 那么他后面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听到这里土垒在一旁都看不下去了 当他的母亲拖着他跳楼导致他流产 当年的母亲发现他生了一个女儿 把你无情的两个人拖出手术室门口 连看都不看一眼 我想在那个时候 你的母亲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个母亲 土垒表示就算当初孩子流产是意外 可是后来小张生了一个女儿之后 婆婆竟然不管因为生产而虚弱的儿媳 反而还把他的丈夫也拉了出来 那个时候他曾经也是一个母亲 怎么不知道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呢 土垒的话直戳庞先生的内心 他听到后羞愧的不敢抬头 庞先生身为一个男人 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产生了矛盾 他不仅没有主动调和反而一心想逃避 丝毫没有作为男人的一点担当 你自己说你对谁好 你要是针对母亲孝顺 你不能让他去做无情无义的事情 你明明知道你母亲干的那些个事 没有一件是合情合理的 你阻止了吗 你不会不知道你母亲干的那些个事是不对的吧 你为什么不阻止啊 你为什么要让你母亲那么大的年纪 还要为了你背上道德的名声 干这种无情无义的事 庞先生对不起他身边的任何一个女人 甚至就连他现在唯一的女儿 他都没有做到一丝父亲的责任和义务 而小张在这段婚姻里也有过错 他真正离婚的原因不是丈夫和婆婆的行为 反而是因为没有借钱给弟弟 这让徒磊实在是难以相信 当他第一次你生女儿的时候 把他从病房门口脱离开来的时候 这个家里面就不重视你吗 你就是个生育机器吗 你不照样生活了那么多年吗 当你看着你自己生爱增下来的女儿 被自己的奶奶说成你不该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要的是男生的时候 你的自尊在哪里吗 你哪怕是不离婚 你早就应该走带着女儿去生活 不应该让自己的女儿从小就受到这样的羞辱吗 小张在婆婆那里遭受那么多的耻辱 都没有离婚选择了隐忍 现在却因为这一点小事爆发离婚 既然有屈辱那么就会有隐忍 而且这是在双方都自愿的前提下 可是他们这样过了很多年 庞先生都没有丝毫的改变 所以他根本没办法担负起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听完徒磊老师的一番话之后 庞先生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老婆对不起 这15年来一直在犹豫当中 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决断 听完庞先生真诚的道歉之后 小张站在那里思考了很久 最后流泪给出了三个字的答复 往日的辛酸瞬间涌上心头 这么多年小张在婆婆那里受尽了屈辱 可是他又不忍心孩子没有父亲 现在他的内心十分复杂与纠结 看到小张左右摇摆不定 庞先生立马对小张进行了深情的告白 最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之后 小张原谅了庞先生并答应与他复婚 其实小张是懦弱的 在面对婆婆的欺负和丈夫的无事后 他就应该主动带着孩子离开 而不是任由孩子遭受婆婆的辱骂 即使现在他们复婚了 婆婆重男轻女的观念仍没有改变 那么他们仍然还会有数不尽的问题 可是我们都不是小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既然小张选择了复婚这个决定 那我们也只能祝他们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